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ya都Li 今天會談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嚴肅 然後充滿數字的話題就是 錢 錢 我看咩 年收 好然後我們說高薪的最低標竿呢 超過一千萬 這就是一個feeling 對 完全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什麼 沒有啊 十幾年前就要再說台幣年薪百萬這樣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就差不多等於是 就是感覺上還蠻好講的啊 平均年收是400嘛 所以等於說你要到平均的兩倍再多一點 你才可以算是比較優渥的報酬的那一種 小康 對 男性全中一千到兩千萬的收入男性 是全男性中的6.3% 然後在女性則是全女性中的0.9% 超少 對啊 1%都不到欸 1%都不到 然後加起來才只有全人口的4%而已 所以 對 所以就100個裡面有4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一下高薪的行業 老闆啊 醫生啊 律師啊 會計師啊 其中律師是大家覺得最容易超過千萬的 據說工作五年之內就可以了 機師 日本的機師給的蠻有我的 平均可以到1千6百 1千7百萬米 商社日本大廁所商社 像比如說跟服務員愛鬧北文的商社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商社員有那麼屌嗎 然後那邊很多人不是在那邊那個嘴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商社員是真的屌 因為他們平均有 最低的是住友平均一千三百萬 最高的是三民平均一千五百萬 而且這是平均就代表你每一年 就是會長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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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千五嘛 可能三千塊三千 還有管部業 日常是不行的 但外商據說 四十歲以後大概會有一千三百萬左右 還有投影 投影 我曾經聽人說過高盛的起薪是兩千 不過我覺得那個好像因人而異 我覺得投影不能夠算起薪的 他們那個都是挖過去的會比較高啊 就是你投影中在跳嘛 精算師聘購諮詢師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媒體啊看給 大手電視台社員平均一千三百到一千六 大手報設計值大約一千萬 然後大手舒染色社員 人家說就是舒染色是四百到一千二 大家說的遠洋漁夫 遠洋漁夫很高啊 然後大學教授東大有平均一千萬 但是其實很低耶大學教授 雖然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那天全部履完再講 大學教授東大平均一千萬 國會藝人平均一千五百萬 還加上bonus 地方公務員一開始很低 可是你當課長之後就會破千萬 國家公務員 這個很高喔 局長可以有一千七百萬 外交官平均一千三百萬 工程師 工程師的年薪很低 但是工程師有一些是 有人是可以直接以技術去換錢的人 那他就有可能得到 但他們的平均是低的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叫 西多拉 就是威尼斯商人 賺差價的那種人 然後如果你市場的那個名 就水貨啊 現在有很多那個中國人在 人家說轉賣家平均收入是 年收是四百萬 但是厲害的人 就是只有他帶得了的 或者跟只有他 他的客員充足的時候 還是可以賺到很多錢的 然後還有運動員 這個非常讚 這個是裡面最高 就是日本的職業放球選手 平均年薪是四千萬 對 其中呢我們覺得可以講的是 醫生 醫生其實蠻低的 醫生很低喔 而且醫生的話會有問題 就是他們那個醫局 就是大學醫院的那裡面 就是白色巨塔 對就是白色巨塔 你知道白色巨塔 那個就是他們都是在壓榨 就是中間跟Wakate的醫生啊 其實伊田弟弟是醫生嘛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 醫生好像蠻優渥的 他其實過得也還蠻好的 可是那是因為他們有去拜託 有去打工 合法打工 他是合法的 但是 所以你去看 那就是身兼數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他會寫說今天是外來啊 喔對對對 外來就是外面來的醫生 他怎麼還以為是外來種的公務 沒有外來就是外面來的醫生 所以他不是長情的 就等於就是說 他不隸屬於那個大學醫院 對然後比如說像 這種KC的話 他可以做美容嘛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可能就是平常在醫局裡面 就是做 方開 上面的 就開刀的 但是他去拜託的時候 就去美容診所 然後就 大概可以專做兩倍醫生 難怪你說伊田弟弟 我還以為他是做 專做美容 所以其實他不是 他是外科醫生 對他其實是外科醫生 但是就是 他後來 就也 決定要離開醫局 因為 大概13 13到14萬左右 那他拜託有 就差不多跟這個一樣 拜託比較好吧 拜託很好吧 拜託就是 一般的 一般我們 所想像的醫生的 所以他整個加起來 一定有破千 3 40 對他一定有破千萬 那他是6 70一個萬 不是他的拜託有三個 他這麼多 我告訴你每一個醫生都這樣 所以他們最後就去開業啦 因為實在是 做不下去 就是至少要兩個以上的拜託 那為什麼他們還擠迫可要去念一科 是像那些是用錢堆出來的人們啊 可是這樣好像有點賺不太回來 賺不回來 好 醫生是這樣 好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可以講的是 是媒體啊 對 因為那個阿米本來是電通嘛 就是廣告公司也算是蠻高的 嗯 然後像我們這種出版社啊 也真的蠻高 到一個平均就是我的 你們用非上市公司 對 我們不用跟股東 對 所以為什麼日本媒體的那個 行業蠻厲害的 就是他們在創造火候 就是創造趨勢 這一塊來說還是挺強的 國家公務員跟地方公務員 嗯 其實你不覺得真的蠻高的嗎 對啊 我查的時候等一下 就不在幹嘛 他們的操不是 你知道他們的操是那種就是 被尋的操啊 然後要做很多無人無人的書類 就是官僚治國 所以你不知道你會被質詢什麼 台面上的那些部長都是 台面上 真正在治國的是他們的內選的次官 然後那個次官他就會要求大家 因為他不知道被質詢什麼嘛 所以就是一直不連塔斯堂 然後一直改了改了改 塔斯堂改了改了改 人家就說永田町是最操的一群人 我們還會有 很有那個就是 為了國家 因為我覺得為了國家在揮寒啊 是嗎 我覺得是在一個不在國際上 喔因為你跟他們聯誼過 我覺得日本高興行業全部都是 就他的坎蠻高的 嗯 其實國家公務員跟地方公務員 考試的難度是差不多的 到底就是反正就是很大的東西 而且就是他們的那個面試也還蠻誇 他們面試是你可以選三個省去面試嘛 對 而且你一直想說我今天想要考財務省 然後我面的財務省我今年被刷掉 我再也不能 對啊 所以他那個考試 你就只選別的省 他那個國家考試 國考雖然你可以考非常多次 無盡一次 可是你面試就只那一次 你還不能重考欸 所以你就想說 你就要想辦法說 我到底是不是要選自己第一志願去面試 工程師的話其實就是 日氣工程師很低 但是外商就跟國外是差不多的 民軍的話 他可能你現在去看 會覺得好像跟台灣的好一點點差不多 或者是跟中國差不多 但是他們都沒有在找 所以就是譬如說台灣跟中國的工程師 每年都在找啊 然後我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再過個兩年就會被超過 所以你如果是工程師你就留在台灣吧 工程師是台灣有高興的印象 開始電啊 可是日本真的沒有 沒有完全沒有 我覺得管固有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要是跳過來的 管固一定要轉直 一定要用跳的 而且你要跟他彈性 因為其實管固業很 他的那個level其實很大 然後其實大家都差不多知道說 你做到這個程度 你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成績的人 所以就是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有那個成績的話 你用跳的你其實可以拿到差不多的高興 但你如果是那種 你畢業然後就像你剛剛講 譬如說我在日本當留學生 然後畢業去Accenture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拿到就是你想像中的管固 對就是大家以台灣的那個業界的思考去 在日本找工作的話 你可能會就是比較偏調 我是覺得因為很多積極錄取外國人的企業 都落在大概500到700萬年前 差不多 對所以其實 好算平均年紀是400好了 但是 500到400還是有一點少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可能還OK 然後你想要有一點外國的經驗 或是想要學日文啊 對日文有興趣 或者是你在這邊有人 本來就有認識的人可以幫你 嗯 那我覺得可以 因為一般來說 你在原本自己的國家 就還是會有很多優勢的 對 可是日本的話就變成 所有的東西都要你自己付的時候 你可能就必須要稍微結局 我覺得就一個人 然後你可能20幾或是30出頭還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帶著全家老小來 全家大小真的不行 真的真的不行 全家老小 而且到日本學校 我們還沒講 日本學校 日本學校是貴的要命 他不但貴的要命 他就適應很多繁文入竭 因為日本是一個很多繁文入竭的社會 那今天你如果又年輕普通 然後你已經生活會很吃緊 然後你還要接觸一些奇怪的邏輯 跟一些奇怪的指令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什麼鬼這樣子 對 很多人可能來了會覺得壓力很大 對 會不太 我覺得都不太開心 嗯 好那我在看年收 高跟年收 低的 但是就是非常的潮 所以常常就是很有名 40歲的名秘 看啦,他吃